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 1960年代华语影坛最富知名度的 东洋影星宝田明 在港台大放一彩的 日本第一美男子时光 谈吐幽默 仪泰优雅 风度潇洒的宝田明 除拥有183公分的高挑身材 更应在中国哈尔滨出身成长的背景 而能以简单的国语沟通 基本跨越语言隔阂 1961年 随着与游敏合作的电影《香港之夜》 在日本、香港及东南亚等地上映 总是穿着一身正式西装 宛若白马王子的宝田明 也全面进入华语电影观众的视野 宝田明在和游敏合作的《香港三部曲》 《香港之夜、香港之心》 及《香港东京夏威夷》中 充分展现优雅俊秀 彬彬有礼的都会男子弃职 他会对一见钟情的女子 展开真诚而直率的追求 会在感情受挫时 颓丧失忆 甚至短暂移情旁人 为最终人愿遵从自己的本心 为了追求真爱 放下自尊与骄傲 透过电影 宝田明成功行作一个 不全然完美 但十分迷人的男性形象 可贵的是 萤幕外的宝田明也与萤幕上的他相差无几 无论是记者追问感情现况 婚姻观 亦或是访台感想 宝田明总能恰如其分地幽默应对 实在为难时 也仅是为皱眉苦笑 你难倒我了 却是位高EQ的大明星好演员 宝田明身孕朝鲜 在中国东北生活至12岁 中日战争结束 宝田明随家人迁返日本 1953年19岁的宝田明自 东京都立封岛高等学校毕业后 通过东宝新面孔试镜 考入日本最具规模的东宝电影公司 隔年获选为怪兽电影《歌吉拉》主角 就此跃升东宝新生代一线地位 1950年代下旬 宝田明每年主演近十部甚至十余部电影 以优雅英俊又带有几分浪漫风流的形象广为人知 1961年宝田明持续日本的演艺事业 亦将触角升至香港国语影坛 与东宝与香港电貌合作的香港之夜 单纲男主角和尤敏成为最受欢迎的跨国荧幕情侣 之后两人又陆续搭档主演香港之心 香港东京夏威夷 于公合作无间 于思议建立良好友谊 随着尤敏婚后习影 本官话同样由两人主演 将赴欧洲取景的再会指得胎死腹中 1964年中 宝田明硬邀赴港参与电貌出品 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最长的一夜 宝田明在片中分射二角 一位女主角乐帝已失的丈夫 另一位殷商流落荒野的日本随军记者 为拍摄外景 宝田明首度造访台湾 所到之处皆有大批影迷追逐 此后他又与台湾女星张美瑶 日新山奇奴共同主演台日合作片《香港的百强威》 在台拥有高人气的宝田明 曾于1968年4月于台北中泰宾馆登台现场 当时新婚两年的妻子尔岛明子 亦陪伴来台游览名胜 我不希望规定自己必须何年何日结婚 那样太约束了 我生平就讨厌被约束住 对男人而言 事业和雄心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在世上 该不单是为结婚而生活 但凡宝田明出现总免不了被逼问情势 对象不拖多次合作的丝叶子 外形登队的游敏 以及相识相恋多年的尔岛明子 由于宝田明总是耐着性子 以打太极的方式回复 致使记者总敢肆无忌惮地猛力追探 实际上深知媒体需求的宝田明 明白身为适婚年龄小生的宿命 答复既蕴含可作为报道标题的卖点 又立即补上别会错意的诞书 例如宝田明曾名言 我很喜欢游命 但随即补上 游命只是我电影失业的女朋友 又如记者必问宝田明 游命好以或儿导好 他记巧姓回 这两位小姐我都喜欢 就像两个面包摆在我面前 我还没有决定吃哪个 思虑中密应对得体的宝田明 唯独被问及儿导名字时明显雨塞 两人早在1956年就以萌生感情 之后宝田明在电影圈闯出名号 儿导名字则于1959年 成为首位荣英环球小姐的亚洲人及日本人 尽管爱情依旧在 双方却因事业观念等差异数度分合 期间儿导一度宣布与某飞行员订婚 致使两人关系更添扑受迷离 同一时间游名宝田明因密切合作 传出绯闻 随着游名与高富球宣布结婚 荧幕情侣宝田明不仅受访时展现风度 我与游名的友谊很好 可惜她现在是别人的太太了 不过我现在还是对游名好的 她本身一开始积极追爱 根据儿导名字受访时表示 宝田明得知她和旁人订婚的消息后 立刻自夏威夷致电儿导名字 开门见山说 你是我未来的太太 我对你的爱始终不变 除了你以外 我不会再选择任何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这份真挚的热情打破儿导对宝田明的 犹豫和忧虑 全集愿意和她重新开始 并于1966年4月19日举行婚礼 后话是 儿导名字坦言会被取笑是招勤目处的人 对那位飞行员也怀有12万分的歉意 但即便如此 也无法阻止她重回宝田明的怀抱 故事回到宝田明为最长的一夜来台拍摄外景时 她自夏季便受到影迷的团团包围 身为台湾观众最熟悉的日本男星 宝田明字述平均每日收到15封以迷来函 但碍于中文信写不通的限制 只得怀着非常抱歉的心情 寄送一张亲笔签名照 在景美西畔拍摄夜景时 更新颖约2万名民众簇拥观看 西畔万头传动 步进道路为此大塞车 景美桥与周边建筑物顶楼更占满人 宝田明趁拍片空档亲切与影迷互动 争执魅力不言可遇 值得一提的是 宝田明不仅为人和善 对工作亦抱持很高的热忱 栗正如最长的一夜中有段 宝田明攀爬铁网跌入泥沼的尽头 导演一文本打算以替身代劳 宝田明却坚持亲自上阵 他解释道 日本电影界任何的男女大明星拍片时很少找替身 我只得感谢电帽的体贴 但不能破例 我是绝不因贪悲而失疑的 若说我的嗜好 我宁愿说是打垒球及打麻将 只要有时间 我总是先做这两件事 儿岛名子来台与丈夫宝田明会合时 曾被记者半开玩笑捉弄 宝田明来台北不到几天 已经爱上了一位叫绍兴酒的女朋友 得知绍兴酒的真实身份后 儿岛幽默回应 这是他的老毛病 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喝酒的 年轻时的宝田明却是好酒亦好烟 虽说自觉有所节制 但时机依旧非同小可 直到60岁前后 因侠心症而大病一场 才正是养生的重要性 借除吸烟减少饮酒饮食健康 晚年的宝田明持续在目前 做一名称职的演员 未曾因年龄限制自己的好奇心 一如宝田明在87岁受访时吐露的金句 像孩子一样 遇到不懂的事就举手发问 我认为这才是最美丽的人生 影片就收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 咯 は так